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 我们的基因 我们的细胞 是形成肝脏 心脏 肺脏的 这个基本物质 细胞里面有细胞核 细胞核里面有染色体 染色体里面有DNA 是基因决定了细胞 细胞决定了脏腑 脏腑决定了身体的健康 但是在这个基因中 在这个DNA中 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 每一种生命的生命 实际上一半都来自父系 一半来自母系 没有一个例外 这叫阴阳合体 那么在植物 在花草 在水果 它们也是这样的一个组合 来自一个阴阳的匹配 一半阴一半阳 那么一半来自父系 一半来自母系 人体更是这个样的 所以我们要想自己 使自己这个肉体 变成一个透明的身体 那你非得要使自己的细胞透明 你的细胞如果要想光化到无量光 你非得要把基因光化 基因中有什么 基因的两个碱基 它有ATCG四种碱基 四种碱基 它在配对的过程中 这个阴和阳进行泛光的时候 中间粘着着一些物质 这个在剪辑配对中 这个粘合着一些物质 这里面有什么呢 有这个黑子 有白子 有真子 黑子是业力 是一个全息的录影带 如果把这个黑子展开的时候 是我们过去七世 或者更远的时代 或者是我们的历代祖先 过去七世的父母和历代祖先 他们造作的业障 变成的全息 储存在我们的基因中 变成一种黑子储存 当你把这个黑子展开 它就是一个录影带 看人家怎么对你的怨恨 你因为杀到阴云王 愚斥 伤害到人家 人家恨难平 那这种对你的怨恨 那么高度浓缩成黑子 就储存在你的DNA中 那么一点白子是善 善的记忆 善的储存 这同样来自你自己 今生父母的九族 以及过去七世父母 七世父母的九族 甚至更久远的 无时节生死轮回中的储存 但无论黑子白子 都是阴阳不能放光 这黑白子都要把它变成真子 就是光明子 光子 光子是透明的 无色的 没有黑 没有白 里面是纯净透明的 只有是简基中的连接的 这个颗粒子都变成透明的光子的时候 那你的整个基因链条就完全变成了无量光的光子 基因 由此基因生出的细胞是无量光的 由细胞生成的器官是无量光的 由细胞组合的骨头 组合的体内的所有的组织器官 包括你的头发 都是基因组合出来的细胞组合的 那它就都变成无量光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在清明节 不但自己要顺着天地的清明 使自己清明起来 还要使自己的祖先清明起来 所以我们要给祖先一把火 给祖先一点光 给祖先传述能量给他们 使他们能够站得起来 有充足的精力 气力 神力 使自己也打到清且明起来 也做一个觉醒的众生 那这就是清明节的意义 天地清明了 人清明了 万物清明了 列祖列宗 过去七世父母 和你有缘的所有的 依附在你的DNA中的众生 内外皆光明 内外皆清明 这是清明节的重大意义 今天只是以为上个坟 扫个墓 就完事了 不是这样简单的一件事情 它关乎到我们的生命 此生能否究竟的变成无量光 能否实现此生生命的终极目的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一个节气 所以是它不仅叫鬼节 你可以成为一个神明节 不但鬼神要明 神要明 人要明 天地明 万物明 大明忠实 六要皆阳 如何使自己的人体 生命体 带着所有的祖先 带着过去七世的父母 带着自己的所有的 这个基因中的内众生 和自己有缘的外众生 都神明起来 都清明起来 这是清明节 我们人恒顺时空场 恒顺天地 这个的清明 要做的一件事情 这个叫什么 事半功倍 因为天地是巨大的 这个天地 这个大宇宙 身外的大宇宙 都在清明了 我们就可以用 很少的气力去相应 也就清明了 这就好比我们是一块海绵 你要自己拥有水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但是现在天地间 都是满满的水 你把自己放进去 打开你的毛孔 打开你的心胸 身心灵 然后和天地相应 那么天地就全部的 浸在你的这个海绵体里面了 所以大家要舒展心情 要打开自己的毛孔 打开五脏 打开自己的身心灵 和天地的这个清明去相应 这是清明节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不仅仅是上上坟 烧烧纸 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